從來沒有想過 談一場戀愛也可以出來分享 哈囉 我們是 符符之道 我是阿涵 我是李歐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 也是用自連體的方式啊 想要按對話發聲 那我覺得就有很多的改變 那首先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張非常像外牌 非常難得 那為什麼符符箱裡面呢 是兩位男生 沒有錯 符符呢 其實就是 兩個男生 男同事伴侶的一個意識 那道就是我們在經營這個粉絲團裡面 所會碰到的一個成長的過程 不管是道理 道路 或是我們所選擇的那個道 所以總結就是我跟李歐 處理其經營的符符之道 好 那我想要先讓李歐 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雖然我這時候 可能大家都要戴一下墨鏡 我想聽一下你 你心目中的阿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其實我們這個粉絲專業最主要就是 以我們兩個為目前的對象 就是以目前的對象 那其實阿凱呢 我們這個粉絲專業 有非常多的文案 因為他本身是南華大學文學系畢業 然後現在是佛光大學 佛學碩士 所以他在文學造義方面 其實是有相當的專業 所以我們的劇本 腳本 文案的部分 都是由他做發想 那當初呢 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面向 就是他要耍褲也可以 然後要憨哈姐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要跳舞 因為我們在粉絲專業上面有跳舞 大家可以看到他肢體殘腸的那一片 那我心目中的李歐呢 就像我常常在以前的一個頻道 裡面都會宣傳 因為他是母娘座 我覺得他每天對這個世界都有非常多 一個新的驚喜跟一個新鮮感 因為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嘛 那為什麼要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先跟大家介紹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在一幕前的特質 跟我們可能私底下的一個特質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一個面向 就像大家來到這裡 你們一定會想讓大家去看到我們 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想要認識我們的三個關鍵字 想從這三個關鍵字裡面去更認識 可是我覺得其實現在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不只被認識 還可以被接受 被傾聽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子的方式 先讓大家來認識我們 好 那麼接下來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張後面太陌路啊 好 那就讓理由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好 不曉得在座 大家有沒有聽過我們都知道 那如果沒有聽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讓大家從生活當中去認識同志 不曉得大家在身邊呢 有沒有朋友是所謂的同志朋友 因為其實人家以前說365行行行出狀元 其實現在是365行行出同志 你身邊呢一定都會有同志朋友 只是他可能是因為社會的打壓或歧視 所以他變成是隱性的方面 沒有顯現出我是同志的這種概念 那其實呢我們從就是在演藝圈也可以看到文學圈 電影圈 其實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優秀的同志朋友 那我們呢最主要是透過戲劇的方式跟綜藝節目單元的方式 讓大家從生活中認識同志 我們分別有每個禮拜一的夫婦愛吃鬼跟愛旅行 然後禮拜三的夫婦劇場 然後禮拜五的夫婦更衣室 那其實在劇場的部分呢就是藉由我學的人際關係 我們口傳系所學的人際關係 人際維護了這一塊 就教大家說其實情侶之間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可能會已讀不回 或者說哪些話是不該跟另一半說的 那其實呢透過這一些一般生活當中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讓很多很多不認識同志的朋友 或者說一開始是不喜歡同志的朋友 就說其實同志跟異性戀都是一樣 只是愛的對象不一樣而已 那就是我們從生活當中去認識同志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播放鍵 那沒有辦法播喔 時間來不及好不好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搜尋 我們當初在做PPD的時候 我們想說不然這樣好了12分鐘 我們就上來介紹嘛 姜文的開場時 然後放兩部影片剛好12分鐘 對 那大家可能回去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大概4分鐘的影片而已 好 那這是我們在發揮工作影響力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在經營複複複知道的 目前為止 4個多月的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非常感恩的是 我們認識了非常多 願意幫助我們 以及促進我們去與其他的 跟我們不一樣的一個單位去對話的一個機會 所以像我們在去年的12月 就以現在的那個浮花哥安全品 就有拍了 我們就有去找網路上的一些紅人 例如說 陳怡啊 波特王啊 鬥彈天心 瑪麗諾斯的畫 黃大千人 我們就拍了一個艾香園的一個影片 那今年呢 我們就是也繼續這樣 在今年我們推出三部 就是灰瓶瓶點亮計畫 然後還有那個學招彩虹境外 就是我們以 李歐其實以前自身可能被霸凌的一個經驗 然後希望可以藉由他如何經歷到霸凌 如何走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去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其實也慢慢的 因為我們的力量可能沒有那麼的厲害 但我覺得可以藉由我們一點一滴的累積 把我們的一個影響力慢慢的也發揮出去 好 那當然要跟大家稍微再簡單的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一下 目前在推動的法案 那這也是我們粉絲專業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像剛剛我們所說 剛剛所說要讓對話發生嘛 那其實我們就是要建立一個公眾的平台 因為其實如果很多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立法院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只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公眾的平台可以知道 其實很多人大家都會覺得說 同性婚姻法案過之後 可能大家有聽到非常多 可能可以多批 可以跟摩天輪交 可以人受交 可以... 可以... 諸如此類的話語 都有出現在媒體平台上面 那可以...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是草案 這個是... 你吃飽了嗎 好... 大家可能我聽到這樣的說法 原因是因為... 原因可能是因為 國民黨許藝人版本跟時代力量版本 這邊又要改所謂的法律稱號 那可是大家可以不用擔心喔 這是已經我們目前的進度 從提案過了 遺讀過了 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現在在進行反團的協商 那在這個部分呢 這是正式的版本 裡面沒有提到雙親一雙親二 很簡單的呢 只改了這12345 這五條的法律 最主要就告訴大家說 婚約應有哪裡當事人自行訂定 但是呢 因為有一些社會上面的衝撞 所以我們直接在後面加了一條 叫做同性婚約應有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就是如此簡單而已 並不會有什麼多批人壽交 或是說什麼摩天輪交等等的 這個可能是因為2013年有一個叫做多元承加法案 那是那時候的法案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趁這機會跟大家說 也是我們粉絲專頁上面一直在跟大家說明的 你真的很扑露每張照片 那其實呢 我們在這一路走來 我們粉絲專頁成立四個多月這裡來 我們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崎嶇的路 那這崎嶇的路呢 這邊可以請阿凱幫我們說一下 其實我一聽到這個照片是我們很難對 有這麼像WiFi的一個照片 趁機放一下 像因為我們要拍非常多的影片 我們在一開始其實不太在想說如何曝光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曝光 我們其實很難促成對話 那我們其實會做 像現在大家很容易都會有一些平台 會分享一些自媒體 那我們其實就有很多朋友 例如說某些小編們會很喜歡我們的影片 然後我們可能也是同志 他們就會說 欸我很喜歡你們的影片 我們會幫你們做分享 而第一道對照片的時候 上面就會說 先給他們三個門檻好了 按讚數達到多少 分享數達到多少 點閱率達到多少 我們再試試看 那我們一一達到囉 然後說 可是這個問題好像會有一點敏感 不然先觀察一下好了 我們大概這四個月裡面 常常會接到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或是如果有人要推薦我們 後來就會像這樣子 他感覺說 欸我們畢竟是比較同心的議題 真的想要跟你們說聲抱歉這樣 那其實 我們從當初再不管是每個地方 各界或是朋友間 也會有非常多人可能不看好我們 那就像我跟理由說的 沒有關係 反正所有的路都被讀住了 我們自己開討不出來 對 自己開討路我們就要賣槍陽光的平權 這張照片就是過譜 還是很過譜 對 首先我們在創立剛剛第一個月起步的時候 就 因為找不到地方投稿 因為沒有人要接受我們的投稿 然後我就想 欸到底有誰可以投稿 然後就欸炎雅倫的感覺可以 然後我就思宣了他 我就思宣了他 他直接引讀不回我 可是呢 他幫我們分享這張貼文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兩個手牽手 然後旁邊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污名話 就是說同事都是艾滋病 你這樣我們要怎麼教下一代 你們同志很噁心 你們同志不正常 等等已經言語的霸凌 那他幫我們分享了這一則貼文 然後瞬間就多了兩千個粉絲 對 這個為什麼要讓粉絲多的原因呢 是因為可以讓更多的人 看到這樣子的影片 可以達到我們為公眾發聲的 一個這個效果 那這個是我們主動出擊影像挑戰呢 其實就是剛才有提到幾個平台 我願意接受我們的投稿 那但是有其他的媒體平台呢 是願意接受的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拍的過 這個主題呢 其實都跟一般情侶一樣 像我們情侶之間互相尊重啊 或是說有些話不能說 然後這個部分呢 送DJ的影片 是你不要再歧視我 是從我過去自身的 被言語霸凌的狀態 所拍攝成的影片 那在這些影片的分享出去呢 也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迴響率 那也接完這個迴響率呢 讓更多人能夠讓我們從生活當中去認識同志 好 那我們其實在這裡面也有收到幾個 feedback 是非常的開心 就例如說我們會有非常多的 由已經成家的媽媽們會來按我們的讚 或是會有一些異性戀會來按我們的讚 然後他們給我們的回饋就是像這樣子 那像我們之前也有接到一個國中女生 我剛好跟一個分享者交流到 他就之前就跟我們說 欸我覺得同志我可以接受女生 男生真的太噁心 可是我現在每天都要看你們的影片 我才可以讀書 所以我就可以去研究這樣子的方式 讓他們願意來跟我們做一個互動 所以也是我們繼續往前走的一個動力 好 那我們的未來的一個掌望 就是掌望 就是我們一樣會繼續在婚姻平權的這件事情上面 繼續往前走 而我希望未來有一天婚姻平權與同志 它再也不是什麼特別的議題 它就是生活在我們平常裡面 欸對我們來說 它就是自然而然會發生的事情一樣 不再有什麼歧視霸凌 以及一個可能傷害的一個部分出現 那像今天有一個我們早上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們說 欸你會不會如果以後可以選擇 你還會選擇當同性戀嗎 我給他的一個理由是 這東西並不是我們可以去選擇的 那我其實很慶幸我自己是同性戀 為什麼 因為我在身為同性戀的這個身分 我多了很多的一個狀態 讓我可以去傾聽與我不一樣的聲音 去包容與我不一樣的人 那假設如果今天我不是這樣的身分 或許我沒有辦法體驗 到底被排擠被歧視是怎樣的感覺 所以我感謝我自己的身分 對那其實在未來展望呢 其實當然就是像阿凱說 我們會繼續在婚姻平權這塊路上繼續努力 就像從以前 呃女性女性朋友 在場很多女同學 那其實在很久以前 女生是不能投票 是不能工作 只能乖乖待在家裡面像副腳趾 那其實也是一直有女權鬥士的去爭取女生的權利 那其實現在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權力完全要去爭取呢 是因為不平等跟歧視 那我們現在就持續的在做這件事 那然後呢 這是我們最後 這是我們的粉絲專頁 然後我們也有Youtube頻道 我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他沒有在倒數 所以我說 那個資工 他把倒數的計時關掉了 他關掉了 我沒有看到 好對 就是如果大家 因為其實剛剛 呃時間可能比較短 所以大家如果對法案的部分 有所疑問 或是說不了解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歡迎大家跟我們對話 如果你是不支持同志 不喜歡同志 甚至對於同志 覺得噁心什麼等等的 都歡迎 非常歡迎跟我們對話 那如果想要看影片的話呢 就是 我們夫婦知道夫婦知道 這是粉絲專頁 然後這是Youtube 那上面呢 就是有一些關於 人際關係相關的這個影片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去搜尋 你可以在會後跟我們交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應該如果有人是粉絲